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因为生活中很少需要油画 然后到头来还是需要妥协 每天我都会为生计画着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迷茫期之后 然后有一阵子就不知道做什么 但我就是比较喜欢胳膊上啊 还有小椅子上啊 各种奇怪的地方画一下画 有一次就是在手上自己这么看 感觉比较有灵动性嘛 那要不要就是说丰富一些 用它来表达一些什么 于是我创造了一个以自己小时候为原型的角色 王兰梅 然后将它放到一个微缩的世界里 妈妈咋的了 门口有个老爷爷 好可怜啊 叫得老惨啊 妈你能给我一毛钱吗 我给老爷爷去 好孩子 给你两毛钱 去吧 那老爷爷喊啥呀 小肚仔的你给我回来 我要奶油味了啊 同年的笑料很简单 我干脆总不让人会心一笑 我想吃牛肉干 我看你像牛肉干 妈妈我想要变形金刚 我看你像变形金刚 妈妈我要学习 我看你 你好好学啊 哥哥 我做鞋壳里 有一家得好吃的烤鱼片 你往往很难 在一个大的世界里得到满足 但却总能在某一个微小的点里 得到快乐 这孩子还会回来吗 之后我就试着 把自己的作品陆续发到网上 很多网友都很喜欢 这跳跳台可好了 我身边也逐渐 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那个哈利波特 让他起个小骚吧 就这样 骗着的骗人小孩 发现美术它并不是高冷的 它只有在人们需要的时候 才会有价值 在这个世界里 你可能永远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但是你可能成为最独特的那一个